颱風或天然災害來的時候 我們中央跟地方應變中心的同仁都非常辛苦 這一次抗對颱風來襲 中央應變中心劉士方部長 第一時間就一起開設 也感謝卓院長參加了第三次、第五次 災害應變中心的工作會議 可以看得出來中央應變中心充分發揮功能 我剛剛跟六個縣市應變中心連線的時候 也可以看得出來每一個縣市的應變中心也都是如此 縣長、市長跟縣市府的團隊 也都把應變災害當作第一要務 都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都放在最優先的地位 同時中央跟地方也中共合作 這些都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我代表國人 感謝中央還有地方應變中心每一位同仁的參與 謝謝你們 你們辛苦了 那這一次抗對颱風來襲 我再度來到應變中心 相較上一次山陀爾 或者是凱米颱風 我覺得有幾項進步 我覺得值得肯定 我特別提出來 第一個是從各地方政府的簡報裡面 我們可以充分感受到 中央跟地方都充分發揮了 離災優先於房災 房災優先於救災的工作 每一個縣市都充分掌握這樣的精神 去進行各項應變災害的動作 這個是非常值得稱許的 那第二個是上次 花蓮縣政府有要求 低軌道衛星的這個協助 這部分我們看到書法部 也充分的每一個縣市 最少都有一具低軌道衛星 也就是說讓災害來臨的時候 各縣市的通訊不至於中斷 而這一次花蓮縣政府 前前後後也得到六具低軌道衛星 可以確保這個花蓮的這個通訊安全 這是第二個特點 那第三個呢 災害應變中心 有四方指揮官也特別注意到 花蓮跟嘉義 因為上個禮拜才發生地震 所以把預防性撤離的標準 350毫米的雨量 調降為250毫米 換句話說 有因應當前的情勢 在做應變措施 這個也是非常激動非常好 第一 第四點是國軍 這一次是一起開設 這個也是以前也沒有 以前國軍也是全力協助中央跟地方應變中心 那這次顧部長 特別在國防部也是一起開設 特別明確指示 國軍一定要全力投入 協助各地方政府進行 防救災的工作 我剛剛也請教了幾個縣市長 國軍跟各縣市配合的情況如何 包括花蓮台東還有屏東高雄都不約兒童 表示合作的都很好 我在這裡也代表國人 感謝國防部國軍的這個參與 那第五點是 我們慈濟的志工團非常謝謝你們 過去不管是天災地變 社會上有需要的時候 慈濟都是非常 即時地給予協助 那這一次是到應變中心來參與 這代表了我們每一次的 應變天然災害 需要公司部門共同來合作 我代表國人也謝謝 我們慈濟的團隊 能夠到中央應變中心來參加 謝謝你們 未來我希望這個模式能夠持續 進一步加強公司協力 因應台灣各項天災地變 所產生的各種問題 另外我也有幾點要勉勵 要勉勵 第一個是希望我們全國的民眾 也能夠配合政府的要求 特別是每一次颱風 即便是再危險 都有民眾到海邊去關囊 這種危險的行為 一定要避免 因為你們到海邊去 我們地方應變中心的人 防救災的團隊 就要去勸禮你們 這個是不好的 國人應該要跟政府一樣 都是全力的投入避災的工作 第二個我也要勉勵 我們中央跟地方應變中心的同仁 因為災害除了我們要減少災害以外 還有包括災後的復健工作 我們在離災、防災、救災展現了我們的效力 但是在後續的災害復健工作 同樣的要做到完 這是一個動作 換句話說 我們中央跟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要兼顧災後的復健工作 讓國人能夠迅速恢復正常的生活 這樣的話我相信 對整個國家或是社會的安定 會更有幫助 最後一點就是補助 各項補助的工作 跨年縣政府有提出來 農損的補助 我也希望我們農委會 農業部相關的部會 能夠秉持過往 卓榮泰院長所提示的 就是從優、從關、從塑這樣的原則 盡量的讓我們受災的農民 能夠感受到政府的美意 也能夠迅速的恢復他們的農作 以上幾點 希望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再一次代表國人感謝大家 大家辛苦了 謝謝 大家好